来自丁格科技前线笔者看法与夏文不大一样,如果真的开战,跟随美国的可能更多,而真的与俄罗斯同生共死的可能没有不输别的, 就是前苏联15个成员国,现在没一个是俄罗斯的兄弟,伊朗边长莫及自身难保,斯蒂亚也是自从二战结束后,美苏两大国似乎结下了梁子,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不分上下,在许多方面开展了众多的竞争,尤其是军备和科技竞赛达到了白热化,美国知道来影的赢不了苏联,知道苏联软肋, 果然,美国只是心里战轻轻松松崖垮了苏联,苏联解体后,美国这才坐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,此时完了吗? 没有,美国原本认为真是一家独大了,俄罗斯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,可美国想错了,俄罗斯是受死的狗熊比马大,当俄罗斯失破了西方的阴谋后,才清醒过来,把美国作为敌人,关系逐渐恶化。 美苏冷战之后,又引来了新的美俄冷战,中东地区成了美俄定计场,虽然双方没有进行面对面的较量,但外界认为,美俄之战将会有那么一天爆发。 我们知道,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,涉及的关系很复杂,先说武器方面,俄罗斯军队最强的实力在陆军那一块,俄罗斯有不少核武器,也有核动力巡航导弹,法尔马特弹道导弹等等,这些完全能应付了美国。 俄罗斯的空军实力稍弱,苏武时机战斗机因此间问题,迟迟无法服役俄罗斯空军。 俄罗斯地海军实力最弱,多年没有能力造新航母,只能靠苏联遗留下来的库斯涅佐夫号航母测合使用。 而美国那边,海陆空综合实力十分平衡完善,对付俄罗斯是绰绰有余的。 不过,战争双方还有一点需要考虑,那就是能拉上多少个盟友,这是最关键的,现代战争不是单条,而是多国联盟之间的战争,美国有自己的组织叫北约。 北约有29个成员国,他们都听从美国的命令,美国叫他们往东,他们绝不往西。 除了北约,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都是亲美派,他们当中有的不喜欢俄罗斯,有的出于利益目的抱美国大腿,这样,共计有60多国愿意为美国出力。 我们知道,俄罗斯的全身是苏联文解出来的,除了俄罗斯,苏联还分解了其他国家,包括白罗斯,亚美尼亚,哈萨克斯坦等等。 他们和俄罗斯看在曾经是苏联的粉上,组织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,对抗北约。 据之,这个组织有7个国家。 当然,世界上还有不少白美的国家,像伊朗,古巴等等,他们是愿意跟俄罗斯站在同一阵营一起对抗美国,这样的盟友有20多个。 那么,再加上前面讲到的7个国家,总共有27多个国家,愿意为俄罗斯出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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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